奥特曼的人间体演员到底赚不赚钱 像常业博这种奥特曼中的大咖角色 当年他饰演极家奥特曼的时候 片手又有多少 而且在历代人间体中 算高还是低呢 众所周知 奥史上第一部奥特曼是初代奥特曼 当时的拍摄年代是60年代 最新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远古在那时找到了黑不进来实验早天经 起初一切相当的很顺利 但当谈到片手的时候 可就犯了难 因为当时的拍摄条件非常艰苦 也是远古的首次尝试 对很多方面自己也不是太懂 在造军上的花费非常的高 给黑不进的片手也不敢给太多 怕得不偿失 于是开出了一集三万日元的价格 三万日元是多少钱的 如果按现在的汇率去计算的话 三万日元差不多等于1554元人民币 但肯定不能拿现在的汇率去算 阿则查了下资料 在六七十年代 人民币到日元没有绝对的汇率 还是要先通过美元作为中间货币来计算 当时360日元能兑换1美元 2.46人民币能兑换1美元 这样换算下来 六七十年代的1万日元 就是68块人民币 三万日元 差不多就是83.3美元 也就是205块钱 后患了 当时黑不进拍摄AZ奥特曼 能拿到205块钱的片手 虽然拿到现在这200块钱 估计两个变身系都很难卖到 但在当年 初代可是每周放送A级的 一个月至少是四级 也就是说黑不进一个月能赚12万日元 约等于820块 差不多是日本普通人月收入的5到8倍 这算是相当不错的 这也是远古所能开出的最高价了 按照初代大为40级来算的话 整部拍下来 黑不进一共能拿到120万日元的片手 换算成当时的人民币 也就是8200块 但你是不是以为 在当时那个年代 看一部特赦拿8200块已经算多了 毕竟是普通人的好几倍 更是AZ的好多好多倍 但别忘了 当时日本演员 只有签了事务所 才能有更好的资源和发展 这就造成了演员的一部分片手 都被事务所打入手中 黑不进当时真正到手的片手 还不是全额到手 值得一提的是 在当时的影视界 黑不进的片手 观看总数可能会觉得不错 但在同行业中 顶多算中上游 也多亏他没有嫌弃 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初代奥特曼 即拍摄初代奥特曼大专之后 远古养军蓄锐 有钱了 肯定他能拍一部更好的作品 于是在经过初代的神殿之后 开始计划起了赛文的拍摄 更是伯格升级到了初代三倍的拍摄资金 你是不是要以为 赛文的男主 森次谎次的片手会有所提高 恰恰相反 当时的森次谎次 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去面试了奥特剧组 因为他纯粹是个新人 几乎没有什么演艺生涯 也就没什么抱希望 随着了导演一眼相中的他 但正因为是个新人 片酬是相当低的 而且还不是按计算的 是按月薪给的 开到了三万日元一个月 是黑不进的四分之一 再被事务所收成十分之一 一个月也就到手了生七百日元 如果按一个月拍摄四集来算的话 一共五十三集 要拍一年左右 除去科学杂税 以及事务所收成 三次谎次 大约共到手三十万日元左右 也就是两千零五十块钱 一年赚两千块 阿子虽然现在一个月两千块 但日本七十年代的两千块 能买的东西 可比现在多太多了 后面的艾斯 杰克阿子就不清楚了 年代久远查不到资料 由于之前四部提位的神殿 远古才召回第五部 也就是泰罗身上 可是倾注的心血 必须傲父儿子的设定 肯定是得好好拍的 不然排面在哪里 再加上之前四部 占的不算多 但也不少 东方太郎的片酬 可就高了很多很多 给到了一级八万日元 不过当时泰罗的拍摄背景 是八十年代 汇率有所改变 八万日元 也就是当时的五千一百六十块钱左右 一个月三十二万日元 约等于两万六百四十块钱 好家伙 东方太郎拍一个月 是企业拍两堆赛文 才能涨到的钱 我们的企业可太惨了 这样算下来 拍完一整部五十三集的泰罗 片酬整整有四百二十四万日元 阿子猜测 出去抽成之类的 到手也得有三百五十万日元左右 也就是二十二点五万人民币 虽然听起来非常的高 但一九七三年的日本 经济是飞黄通达 如日中天 日本人平均率员收入 便有十四万五千日元 东方太郎的薪资 也就是普通人的二点二倍 从一九七三年到一整八零年 日本人的平均收入 达到了三十一万日元 快赶上到手的东方太郎了 随着收入的提高 日本到手的物价也在旁标 几乎是指数式的增长 买东西都非常的贵 十几年前奥特曼人间体的片周 居然和十几年后的 新生代人间体的片周相差不大 甚至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几十年了 远古的片周几乎没怎么变化 当然不是 这就首先要说我们的 几家奥特曼了 众所周知 长野博在出演迪迦之前 本身就是男团的一员 帅气的外表 吸引了很多粉丝 而且这个团体非常有名气 所以远古找到了 长野博经纪公司的时候 插谈了很久 终于定下了长野博的片周 堪称奥时尚最高的片周 一级30万日元 按照当时的汇率来想的话 大约是16200人民币左右 有一说一 确实不低 一个月四级的话 也就是大约6.5万人民币左右 迪迦一整部整整52集 大约片周为1500万日元 约等于336万人民币 属实是真正前 而到了新生代 欧布周围债王 距离迪迪迦已有20年历史 考虑到经济原因 与鸿凯的名气没有大估号 所以当时商谈下来 红凯一级的片周 也是30万日元 虽然一模一样 但极加合适有52集 欧布才只有20多集 如果再换成人民币的话 约等于15000块 一整部下来 才不到40万的片周 低的简直不是一点 而是一大节 红凯的片周 还没长远我的零头高 虽然同为30万日元的片周 但是差别还是蛮大的 不过在特色节 奥特曼和甲月骑士 一直是作为跳板的存在 片舞片周不重要 重要的是 利用奥特曼带来的自愿 给自己之后的演艺生涯 带来帮助 几乎所有在奥特曼中 演的不错的人间体 在日本的演艺圈 都有着不错的名气 当然常野博是个例外 当时的他 就能拿到1300万人员 现在则更稳恐怖 据比较可靠的消息得知 常野博现在一年 各种各样的收入加起来 大约是5900万人员 这也是现在远古 请不起常野博的原因 虽然比之前高了很多 但按照当时的回律的话 也才380万人民币 看来在日本 强如常野博这样的演员 一年也才400多万 如果说立个排名的话 那1300万片成的 常野博 当中无可的第一名 750万片成的 红卡第二名 第三是400多万片成的 东光太郎 然后是120万日元片成的 早天金 最后则是我们的企业 再次心疼企业一秒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这里是阿泽 我们下期再见